中国绵延五千多年的历史文化 孕育了独特的中华商道 其伴随商贸活动的发展演变至今 从春秋时期的如商鼻祖子贡道 清末状元事业家张简 商界君子的故事广为流传 超越一己私利 提倡成人打击的中华商道 源自何种文化基因 如何影响中国人从商的屹立 和社会责任 中西企业家精神有何一同 如何互建 中山大学中外管理研究中心主任 国傲儒商论坛理事长黎鸿雷 为您解读中华商道的文化密码 尤家思想 实际上是中华商道的 最基本的文化基因 它是中华商道的根基和灵人的灵人 提出 人品 奇品 产品 三品合一 他应该的是消费者对品牌的信赖与战役 用儒家的诗 三达德的表现 孔子讲过 智 仁 勇 中华商道 依据儒学智者复获的 智力创新 与此提前 智力达到时代的经验 儒家 仁 爱 实行 对中华商道组织理念的影响 儒学 仁者不忧的理念 构建企业 社会 自然的生命共同体 以及儒学 勇者不忌的理念 特别想要奋斗的经验 结 要有奋斗的意思 企业要以奋斗者为本 价值分配 要激励奋斗者 导向真正为企业做出共性的人 法律式品线 道德要规划呢 良心最值得 要尽力思议 行为准则上取之于 实际效果上的心意获恶 结果我们看一个企业 是不是真正经熟 中华商道是讲 就是它真正知道 毅力合一 不是为力是谱 习邦这一百年来 特别这几十年也大有珍贵 中华商道节观 这一观有其的特色 我认为一种责任连续者 来自儒家莫子讲 穷则独善其身 达则金善天相 那么 企业家严于利己 这是对自己的责任来打 得以自己 这是对企业的责任来打 人与爱人 是对员工的责任来打 博士移民 是对社会大众的责任来打 关于一体 它是对自然环境的责任来打 一般人说 西班的企业家精神 有三个突出的特点 第一 冒险精神 这是企业家精神的天性 叫创新精神 这是企业家精神的灵 第三 是竞争与合作 这是企业家精神的精灵 相对而言 咱们中华商道 也有三个特点 第一 自强不息 这就是奋斗的精神 第二 厚德载悟 那就是包容的精神 第三 与时邪行 那就是应变的精神 这三个精神 都来自族家精神的周一 当代市场经济和社会文明的发展 证明 企业不但需要竞争 也需要合作 可我不特许 竞合的力 这个概念现在很好 竞争合作 竞争中有合作 合作中有竞争 这正是中西班文明和企业家精神 包容不尽的解怀 这个中华商道 在当代的这种世界 威武大兵器中 有很多的可以作为 孟子之说 亲亲和人民 人民和爱护 这就为中华商道 在企业 社会 自然的不同层面 构建生命共同属 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支援 我们中国人的发展 我们不理关系人的发展 也不可能像近代 期望资本水扬 去殖民人家 我们要共同发展 共享合作发展的成果 中华商道 致力于创立独特的 经营和管理机制 把社会 他人 自身的利益融为一体 从而形成 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为底蕴的崭新的 企业治理模式 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和世界级企业管理制度 融为一体 形成中西合璧的企业文化 中华商道 能够适应当今世界 建构新商业文明的需求 并为之做出独特贡献